嘿,我是修,这是我刚开始健身的时候 170的身高,66千克的体重 这些训练痕迹,有伤病,利息重 除了去公司,就是去健身房,没别的 这是我现在的样子,没有训练痕迹 但也没有伤病,除了去公司,去健身房 我也经常出没在江边的跑道 江边的骑行道,瑜伽教室和湖外山林 拥有了更多的平静和快乐 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聊聊我 健身10年运动价值观的转变 那和大多数男生一样 我从小喜欢运动,骑车,打球,跳绳,游泳 甚至是小孩子喜欢的蹦床,那10年前呢 偶然一次机会,那我办了张最便宜的 打折健身卡,走进了健身房 那刚开始呢,我其实是不知道怎么练的 那我看别人练啥,我练啥,什么东西好玩 我练啥,那传统的三大像呢 也没有落下,那某天呢,加班到很晚 一肚子工作上的怨气,下班呢 就直接冲到了健身房,想拉个大重量 发泄一下,就这么拉起来了150千克 150千克虽然对大佬来说不算啥 但是我66千克体重的2.27倍 我当时呢,加班很晚很累 那刚学这个动作呢,也没多久 还穿着牛仔裤和后地跑鞋 也没有穿这种力训的腰带 那后来试的是深蹲,可以蹲120千克 120千克虽然也不成 但是我体重的1.82倍 也是刚学这个动作,没多久 后来健身房打折健身卡,卖的太多了 人也越来越多了,力量区也开始了排队 而我的工作压力呢,还不减 我呢,找到了新的发泄方式 引体向上,一次呢,能做24个 偶尔呢,还能给身体加个餐 那个时候我的状态是一周六练 每次训练一个半小时 半夜呢,还能继续写代码 但即使这样看似自律的生活 我却很确定,我的生活很垃圾 那不是去上班,就是去健身房 不是面对显示器呢,就是面对器械 一直待在这个房子里面 除了健身,我好像什么都没有 我就想一个人如果被健身和工作所绑架 他工作之外,唯一的虚荣心 就是来自于健身后的对镜自拍 发朋友圈,发社交媒体 只有异性点赞才透支乐 然后标题是,只取悦自己 在尝试的钢铁森林中在一个镜子面前达到高潮 在杠铃片的数字上达到高潮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失败 已经无法让我有更多的快乐和成就感了 于是我开始尝试室外运动 徒步、露营、骑车、跑步 久远的阳光、新鲜的空气、能量满满的大自然 我这么内向拘谨的人都开始放声大笑了 我以为练过大家都说实用了三大像之后 掌握了这几项运动肯定不在话下 但没想到我的跑步呢特别的笨重 那刚开始跑个三公里我都很累 第一次徒步呢去武功山 十多公里的山路才一千多的爬升 这么点强度都给我累坏了 打球和生活中还没有腿和马杆一样系的朋友啊 跑得快、跳得高、走得远 那我都懵了 那监视房大家都说练三大像心肺肯定不差 力量肯定不差 运动表现肯定不差 怎么我练的这么猛 还没有人家不健身的厉害呢 后来通过我的仔细观察 我发现他们的走路啊 跑跳、横向移动、上下楼梯 哪怕是羽毛球、哪怕是篮球、哪怕是徒步 等等等等这些运动 那人类非常基础的功能和这种运动 都是单腿在发力的 而我之前健身房练的那些都是双侧发力 那我说怎么出了健身房大门的肌肉记忆 跟运动表现只能发挥出健身房的20%呢 这20%呢不是运动表现 而是让我看起来像一个有运动能力的人 但其实呢都是死肌肉 所以呢我开始尝试练习这种单侧发力的动作 比如说把深蹲换成保加利亚蹲和剑步蹲 把硬拉呢换成单腿硬拉 这种单侧训练呢可以用更轻的重量 做更多的次数、做更多的组数 也可以做更深的幅度、炸得更干 那深层的小肌肉群呢被充分激活 神经的目击呢也更充分 我之前双次训练的时候呢 是一定会发生不均衡的情况 强侧横强、一直带长 那自从练了这种单侧的小重量之后呢 我不关心的肌肉维度反而还略有增大 对关节的负担呢也更小了 而且呢我还明显的感受到这种走路啊 徒步啊、跑跳啊 这些基础运动能力的表现呢 都有明显的提高 最主要的是再也没有出现过练 传统三大象那个时候呢 容易遇到的腰疼啊、膝盖疼 肘关节、肩关节疼啊 酸之类的问题了 弱侧呢就多练直到和强侧 无限接近就行了 就是这么简单 而不是忽视或者说是容忍 越来越不对称的双次训练 找一个借口啊 人本来就是不对称的 然后不去加强这些弱侧肌肉 为什么是无限接近 因为人虽然说本身就是不对称的 但对的训练就是让这种不对称 越来越少 直到呢无限接近于平衡的一个状态 让身体呢跟运动表现也越来越好 减少受伤的风险 那单侧训练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发现我虽然进步了 但是只比那些不经常去健身房 做力量训练的人呢 强那么一丢丢丢丢 我的实战表现只发挥出 训练表现的一半都不到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我发现相比我自己啊 我的上肢天赋其实是要好于下肢天赋的 也就是说在我上下肢兜练的情况下 我上肢增长的这个重量 远大于下肢增长的力量 而我现在喜欢的这些运动 都是以下肢发力为主 所以上下肢力量抵消之后呢 接近于白练 于是呢我就继续保持着我的下肢训练不变 然后上肢呢只保留了肩部跟核心的一些训练 放弃手臂和胸背的肌肉 让这些肌肉量尽可能的少 那结果就是我减了训练量 反而在徒步跟跑步中进步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发现虽然大家总说练腿 但很多人只练臀部跟大腿的前后侧 因为这些肌肉呢能让维度更大 更能显示它的训练痕迹 可他们却从来不练小腿跟脚踝 你要知道力从地来力从地起 那脆弱的这个小腿跟脚踝呢 是没有办法承担臀腿蹬向地面的力的 很多人专注于练肌肉维度跟三大象的这个数据 那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沉 并不是因为肌肉太大了看起来沉 而是因为某些肌肉太小了看起来沉 不是兄弟你还真以为死肌肉是梗啊 这就是死肌肉呀 没有足够的小腿跟脚踝力量 在大腿跟地面之间做传递 那你再强壮的臀腿 也很难在跑跳的运动中发挥优势 脆弱的足踝跟小腿搭配强壮的臀腿 还不如脆弱的足踝跟小腿搭配脆弱的臀腿 起码后者不会小马拉大车 那最可笑的是练深蹲的人 他们不压脚背也不开宽 独背拘束线和髋关节灵活度差 那这样是不可能把动作做对做好的 也看不出来他们是想把动作做对做好的 就算你们练三大象也请有点敬畏之心好吗 毕竟对于非职业运动员来说 锻炼是为了身体健康是一辈子的事对吧 还有就是我发现很多人练腿 从来不练大腿的内收肌 难道内收肌不是大腿上的肌肉吗 内收肌可以把迈向各个方向的大腿 拉回身体的中线 对运动表现的提高无庸置疑 粗壮的大腿跟臀部 本身肌肉就很沉 脆弱的内收肌拉回沉重的大腿 导致收腿很慢 具体的表现就是移动特别的慢 下肢的稳定性特别的差 这也让你的大腿跟臀部变成了死肌肉 只有傻子才把死肌肉当梗 尤其是很多女生喜欢练臀 但是内收肌很弱 它也不练 导致骨盆的稳定失衡 即使你不想要运动表现 不管你是男女老少 你上厨所还是希望越顺畅越好对吧 你还是希望性生活越和谐越好对吧 练内收肌以上的这些都能给你 所以我增加了小腿跟足踝刚性的训练 也增加了压脚的训练 也增加了内收肌的训练 这些训练只需要用很小的重量 很少的训练精力跟时间 就能起到催化肌的作用 让你的其他的肌肉活起来 这种就属于花小力办大事 一点小的改变 就能大幅度提高生活表现和运动表现 可是这些训练 不会让你看起来更有训练痕迹 不会让你看起来肌肉维度更大 不会增加你的三大腔数据 不会让你在镜子面前和杠零片的数字前的高潮 我认为以上这些都是次要的 功能 健康 开心 可持续的变强 这些才是主要的 我发现好玩的是 这些人真的天真的以为 用肌肉维度跟三大腔的数据 可以解释这个世界上所有其他的训练 还把这个和运动表现画等号 你见过跑步的踢管搏击吗 你见过骑车的踢管搏击吗 你见过打球的踢管搏击吗 你见过游泳的踢管搏击吗 为什么只有监视房里面练劲 跟练维度的动不动就这个不服那个不服 去踢管这个那个的 动不动就用肌肉维度跟三大腔数据 来解释这个世界的其他所有训练 那奥运会的许多非常伟大的运动员 他们进健身房很多年了 但是如果把这些受人尊敬的运动员 把他们的头跟脸蒙上 那对于练肌肉维度的练三大腔的人 可能会说这些人都没有训练痕迹 都白练了 都没有运动过 那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去健身房 只有练维度跟练三大腔的数据 才是健身 其他都不是身边即世界 你见过跑步的人这么想吗 你见过骑车的人这么想吗 那为什么只有这个群体这么想 因为他们误以为肌肉维度跟三大腔能力 代表运动能力 代表运动表现 但树叶有专攻 三大腔数据只能代表你的三大腔数据 肌肉维度只能代表肌肉维度 其他什么都代表不了 更不用说运动表现了 别来沾边 那还有人说我练一年就这样了 怎么你练十年才这个样子呢 那首先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追求你练的那个目标 那第二个呢就是减脂呢也不是减到零 增肌呢也不是无限增大 那按照他的逻辑 如果你练一年就这么强了 那再练十年的话应该是十倍大了吧 是不是你十年之后的维度 马上就要赶上巅峰的罗尼跟卡特了 是不是你十年之后的力量 马上就要赶上磨山跟艾迪豪了 显然不是呀 那还有就是你能够喜欢健身 坚持健身 练几年不受伤还不一定呢 等你练到十年之后再说 不过好的是改变其实是什么时候都不晚的 那不再害怕自己过去坚信的东西是错误的 就是勇敢的人 那这个世界去健身房 除了练肌肉维度 除了练三大象数据 还有很多种训练 那请这个群体真的不要再把肌肉维度 跟三大象数据 当做解释这个世界 其他所有训练的依据了好吗 另外就是肌肉维度越大 体重越大 对心脏跟肺的功能呢需求越大 但是传统的力量训练呢 并不能帮助心肺力量增强很多 高血压 心脏病 糖尿病 癌症 睡眠暂停 关节炎等等等等 这些疾病的风险 会随着你的肌肉的增加 体重的增加 风险特别的高 并不会因为你的体重大 但是你的体脂率低 这些风险就不存在了 所以以上的这些 让我再也不想要肌肉维度了 我讨厌成天泡在健身房里面 生活被健身绑架 然后把时间跟精力 全都留给肌肉的这种生活 我彻底的远离了练肌肉维度跟三大象的训练之后 我身边呢 多了很多这种跑步 骑车 游泳户外的朋友 那大家聊的呢 都是这种积极阳光的东西 没有人聊肌肉维度 没有人聊三大象数据 然后当然呢 也没有傻子 不尊敬 不自量力的去替管搏击教练 那自从不练这些之后呢 自己的力气和身边有力气的朋友呢 都少了很多 那整个人的能量场呢 就一下平衡了 那有朋友可能会说 肌肉是你想练大就练大的吗 是的 难道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 健身是少有的 付出就一定有回报的行动 那打比赛呢 才会看天赋努力 还有科技等其他的因素 普通人只练大针的特别的简单 狂练 狂吃 狂休息 比如说杠铃提肩 它会导致肩锋撞击 那如果你够耐造 你也能够练大 这里呢 并不是鼓励用这种错误的动作方式来训练 而是说增大这件事 哪怕你用错误的方式 你也能达到正确的效果 那我只想跟大家说 练肌肉维度跟增加三大项的数据 用错误的方法都能够提高 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困难的事 只是对于很多人来说 没有必要 也不屑于追求这些东西 那转变训练思路之后呢 当我在旅行 或者说是在疲惫的工作之后 再或者是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是去 跑步 骑车 瑜伽 徒步 露营吧 因为这些运动 除了能够让我的心情更平静 力气更少之外呢 也会让我的身体的电量更充沛 而这些体验跟感受 还有能量场上的平衡 是我之前在只有力量训练的时候 从未有过的体验 那比如说7月份 我刚从西藏回到上海 还有8月份 我刚从西藏穿越到新疆 回到上海 我的第一反应是去跑一个步吧 去练个瑜伽吧 我感觉做完这些运动 会让我的身体重新充满能量 本身疲惫不堪的身体 反而又复活了一样 而撸铁不会 撸铁之前 如果你的状态不是很饱满的话 是非常不建议你去撸铁的 有猝死的风险 哪怕你撸铁之前的精神很饱满 你撸铁之后 整个人的状态 也是免疫力最差的时候 那我刚回来 就要把自己的能量掏空耗尽吗 那到底哪些运动 会让你的身体充满能量 其实你已经知道了 最后还想再提一下 很多人觉得撸铁显年轻 有氧显老 实际上撸铁只是看起来年轻 它因为在室内 它不会风吹日晒 为了保持大的肌肉 你需要有更多的阻力训练 有氧少肌肉大 相当于是更小的心肺 蹦雪舒养给更大的肌肉 小马拉大车 那身体内里底子 其实是透支的 因为在室内不风吹日晒 所以看起来 皮肤会显得有点年轻 并不是因为撸铁 而室外的运动 一般都需要风吹日晒 所以皮肤会让人看起来 稍微显老 并不是因为有氧显老 有氧在室内就不显老了 有氧的重点在于 心肺的锻炼 有氧多肌肉不会大 强大的心脏 跟轻盈的身体相匹配 相当于是大马拉小车 身体的内在是健康年轻饱满的 10年的热爱和坚持 不停的琢磨 跟实践 跟反复的调整 逐渐构成了以上的这些 我的训练价值观 我现在的理想身材 是上身的腰很粗 有很强的核心 还算强的肩部肌肉 帮助摆臂和伸展 胸背胳膊的肌肉薄一些 尽可能的少一些 全方位强壮的下半身肌肉 这个就是我现阶段的目标 虽然说现在的身材 和我的目标身材 依然会被吐槽 毫无训练痕迹 但看着镜子前 训练痕迹高潮 跟看着雅龄片上的数字高潮 并不是我现在所追求跟关心的 我更在意的是 能够健康快乐 自由的运动跟生活 可持续进步的运动和生活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容 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 自己喜欢的运动生活重心 不被他人所打扰 希望你看得开心 对你有帮助 我是修学型的修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